说另外一个例子,这个例子的话就用到我们刚才的一切词词,还要用到一个什么呢,延迟,是吧,这个延迟我们是不是还没用啊,是吧,延迟的话,那么这个的话就有点用了啊,好,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,那么这个第二个动画是什么呢,这个关于这个什么,loading的动画,是吧,loading动画啊,那么这里这个布局的话怎么样呢,已经,已经什么,尺寸已经标出来了啊,我们先做这个布局吧, 这个布局的话,实际上是这样一个容器,里面有什么呢,有这几个盒子,是吧,然后的话,他们之间的话,应该是,呃,宽,宽是30,高是100,是这样的啊,宽30,高100啊,然后的话,每一个应该是有这个,这个应该是,这个间距是他们的一半,是这样的啊,大概是,大概是15,是这样的啊,是这里一半的,大概是15啊, 每个间距,这个间距应该是30啊,好,那么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构啊,我们来做一下,这个loading动画, loading,是吧,loading动画啊,loading的话是干嘛的呢,比如说我们的页面,大概的资源很多,是吧,要等一下,是吧,那么就给个loading动画给用户看,是不这样的啊, 让他看一下这个动画啊,就是消磨一下时间,然后等一会儿才能,才能看,是不这样的啊,如果你这个东西什么都没有,是吧,你打开这个页面之后,什么都没有, 用户是不是觉得这个页面崩啊,或者有问题啊,是吧,他就离开了,这个loading动画实际上也是一个用户体验,是吧, 让用户认为这个系统是,是什么,在运行,是不这样的啊,在运行,要等一下才行,如果你什么提示都没有,是吧,或者是坏了,或者是这个网站登不上,是不这样的啊, 那么有时候会作为这种一个loading动画啊,好, 好,loading动画呢,那么首先的话,我们得写结构,是吧,它是一个div里面包了1234,包了五个,是吧,包了五个啊, 那么我们再来一个假设,来个box,是吧,box里面包了五个啊,包了五个div啊,乘以一个五啊,好,这样的话,是吧, 包了五个div啊,好,这五个div啊,分别给个样式吧,class等于假设,这个是等于一个,等于这个,这个啊,等于这个,这个,这个,什么呢,这个叫con吧,要不叫,这个叫con啊,这个叫box01,是吧,01啊,好,那么就是这五个啊, 好,这五个写好之后,那么我们来写下样式,是吧,好,好像它里面还有一个loading的文字,是这样的啊,是有个loading的文字啊, 好,那么这个可以用一个p标签来写吧,好,这个是loading,是吧,lodng,然后,然后是点点点吧,这样的一个,是吧,好,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,那么开始写的样式啊, 这个con啊,这个con啊,它的宽是,宽是300,高是158,是这样的啊,宽300,高158啊,宽300px,好,那么这个也复习了我们的复局,是吧,高是158px,啊, 然后的话,来一个border,是吧,border,然后是一像素实现这个黑色,是吧,000啊,然后把它聚中一下啊,margin,给它聚中下来一点吧,margin讲说给个150px,啊,o2,是吧,o2,然后是0啊,把它拿下来一点,是吧,好,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,是吧,这里有个框吧,好,接着的话,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里面的几个核, 盒子是吧,里面几个盒子的话,那么就是,默认的是100高,是吧,然后30的宽是这样的啊,默认100高,30的宽啊,好,那么就是,con里面的什么呢,这里面的div是这样的啊,div啊,默认的话是,30的宽,啊,100的高啊,100的高啊,100的高,好,然后是,给它拿一个, 那么整体它是跨元,是吧,我要让它排的银行怎么样,来个浮动吧,float,来个left,啊,然后先给它个背景色看一下啊,来个go的吧,是吧,好,那么应该是整体的是这样子了,是吧,来看一下啊,整体是不是这样子了,是吧,整体这样子啊,那么它之前是不是有间距啊,有间距的话,大概间距应该是,15啊, 刚才大概说的是15,是吧,15的话,那么我们把它的,把它marking整理给个15,看一下啊,marking,就是一圈给个15的这个间距啊,15px,啊,一圈给个15的px,看一下效果啊,好,来刷新一下,是吧,那么是不是刚好排,排好啊,是吧,这个是15,这上面是15啊,好,那么这个15之后,那么现在是每一个怎么样,应该是这个圆的吧,是吧,圆的啊, 那么我们就是什么,圆角吧,圆角应该是这个宽度的一半吧,圆角,是吧,这个宽度的一半啊,这个宽度是什么呢,宽度是30,是吧,那么的话,这个,哪一个border什么呢,borderradio,是吧,给个15px,是不是就可以了,是吧,15px就是这样,长和宽上面都是15嘛,是吧,你如果给50%就不对了,50%,长和宽上面15, 长和宽上面什么呢,50是这样的啊,这个应该是,画成了一个椭圆啊,好,如果给50%给它看有什么效果啊,好,如果是这样的话,是什么效果,是这样的,是吧,好,现在是上面是圆,是吧,好,上面那么就给个15吧,是吧,15px,啊,好,这个的话就做好了吧,做好之后,那么接着要分别给颜色吧,是吧,分别给颜色, 好,分别给颜色的话,那么是怎么做呢,就是,好,分别给颜色啊,好,分别给颜色,这个给颜色的话,那么他们怎么,红色绿色,是吧,好,那么这个地方的话,我们最好再学一个新的选择器吧,啊,接个选择器一起学吧, 好,那么这个选择器的话,就是,啊,我们看一下,S3那个选择器啊,把它记得来一起讲吧,好,这样比较好啊,那么假如说这个地方怎么样呢,这个地方我不想写这么多样式的类啊,这个时候可以用一个新的选择器啊,好, 哪个选择器呢,来看一下啊,那么顺便把选择器也讲一下啊,那么这里面,我们在S3里面还有个选择器还没讲啊,新选择器,给大家看一下啊,S3的新选择器,好,这里有个新增选择器啊,我们先讲一个,这个选择器什么呢,就是NDH, CHILD,然后这个后面这个N是什么呢,就是个数,是吧,个数啊,就是说它可以选择第几个,是吧,第几个啊,好,那么这个时候选择第几个什么意思啊,假如说,这个CON里面是不是有五个DIV啊,五个DIV,假如说我想选第一个DIV啊,这么选就行了啊,就是点CON,然后是, CO里面DIV吧,然后是,冒号啊,冒号啊,冒号,然后是这个什么呢,NTHCHILD,啊,NTH,然后是CHILD,啊,好,这个是什么呢,S3的选择器啊,S3的选择器,啊,S3的选择器,然后是第几个,是吧,假如说是第一个,就是第一个啊,这么选,是吧,这么选的时候,是不是可以把第一个选中啊,我里面的样式是不是写得更简洁了啊,是这样的啊, 啊,这么选的啊,比如说第一个的话,我来给它一个背景色,是吧,背景色啊,比如说Background Color,给它来个什么呢,这个是红色吧,是吧,Red啊,好,这个写完再来看这个效果,是吧,那么这个的话是不是变成了这个红色啊,红的吧,是吧,红的啊,好,这是第一个,是吧,那么接着写第二个一样的是吧, 好,这个是第二个,是吧,第二个啊,第二个啊,第二个,三,第四啊,第五啊,好,第二个的话,那么是什么颜色呢,那么第二个,是吧,这是第三个啊,第三个,这是第四个,是吧,第五个啊,好,那么大家看一下,大家看一下,我们这个,这里面的代码 是不是减少了,是吧,那我们这里的代码,相当来说,还是稍微增加了一点吧,是吧,如果我们写那个BOX01,BOX02的话,怎么样,是不是也得写这么多啊,也这么多啊,BOX,比如说,C1里面的BOX01,然后是这个,是吧, C1里面BOX02,这样的啊,写这个啊,是吧,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,就是,把这个标签里面的这个类,这个样式的写法减少了啊,这个CHS里面的什么呢,还是稍微增加了一点,是吧,是不是变长了,是吧,变多了一点啊,好,相当来说还是,还是简洁了一点,整理还是变简洁的啊, 在它选得起啊,第四个,第五个啊,好,第五个的,第二个的颜色是这个,好,第二个的颜色啊,这个是,好,第二个颜色是绿色,是吧,绿色,粉色,然后是,这个是绿色,然后这个是粉色,是吧,pink吧,这个是什么颜色呢,这个是light什么呢, light green,好像是啊,然后这是light blue,还是这样子啊,好,我这写完之后,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啊,好,来刷新一下,是吧,不对啊,是吧,这个有点不累啊,差不多吧,差不多啊,差不多啊,好,好,这个是不是布局写好了,是吧,布局写好了, 那么下面这个,这个P标签啊,这个CON里面的P标签,让它什么呢,文字聚中一下,是吧,P,啊,好,Texalign,要来个Center,是吧,让文字聚中一下啊,好,聚中一下之后,那么接着呢,看一下,那么大概的这个效果是做出来的,是吧,接着的话,又让它动是什么样子啊,动起来啊,动起来啊,动起来的话怎么样呢,我们就定义这个什么呢,动画,是吧,用这个定义动画啊, 好,定义动画的话,可以什么,在下面写啊,定义一个动画,动画怎么定义呢,比如说,at什么呢,keyframes,是吧,frames,啊,keyframes,然后是什么呢,然后这个,拿一个什么呢,假如就拿一个loading吧,loading,就这样的动画啊,好,然后是写上啊,好,这个loading动画是怎么做呢, 就是,啊,from,是吧,from一个什么呢,就是要做什么呢,只要做这几个的,什么,变形的动画,什么变形呢,就是缩放的动画,缩放啊,什么意思呢,就是我把它的高度缩放一下,把它压扁一点就行了,是吧,看一下这个动画,是吧,它是不是压扁啊,把它高度压扁就行了啊,好,那么我们transform的,scale的动画,在这里,是吧, 这个scale就是一个x轴的缩放,一个y轴的缩放,是吧,好,我就是,缩放y轴就行了啊,那么怎么缩放呢,就是trans,就是什么呢,transform,是吧,transform,然后是scale,scale的话,那么就是x轴不缩放啊,y轴先是1,是吧,这是不缩放吧,是吧,1和1都是不缩放的,然后to一个什么呢,还是transform,是吧, 然后的话,这个x轴不缩,y轴说到什么,0.5,说一半了,是吧,说一半了,这样的,好,那么这个缩放完之后,怎么样呢,我们需要把这个动画给了他们吧,是吧,给了他们啊, 好,给了他们的话呢,怎么给呢,好,我们可以把这个动画放上去啊,放到最上面去,然后给了,给了他啊,好,放上面去是吧,上面去啊, 放上面去之后,然后给了这个DIV,是不是这样的啊,我可以一起给吧,啊,先给这个DIV,是吧,给这个DIV的话,那么这个是针对五个DIV吧,啊,我一起给啊,比如说animation,是吧,animation啊,好,然后是动画是这个loading吧,loading啊,loading这个动画, 然后是,假如说是这个1秒钟完成,是这样的啊,然后是这个缓冲,是吧,缓冲的话,意思是不是可以啊,好,然后的话怎么样呢,动画啊,好,先是名称,时间,然后是缓,这个是缓冲运动,是吧,然后是这个延迟啊,延迟我怎么写啊,好,假如说是什么呢,这个次数吧,次数是无限次吧,是吧, 它不停在那儿动啊,是吧,好,infinity啊,好,然后是infinity,啊,好,这么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行不行,是吧,好,这样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啊,好,来刷新一下啊,可以啊,是吧,这好像是心跳,看到没有,是吧,好,它是突然的跳变回来,是不是不好看呢,我希望它延远都返回吧, 远都返回了啊,再来一个alternator,是吧,alternator啊,好,来一个alternator,alternator,是这样的啊,远远都返回啊,远远都返回的话,那么再来一个啊,刷新一下,是吧, 是不是这样的啊,好,这样子啊,好,这样子啊,好,这样子之后好像一起动是不好,是吧,你就看一下这个里面是什么,它是错位的吧,是吧,错位的啊,错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什么呢,给他们每一个给个延迟,是这样的啊,给个延迟啊,好,延迟的话,那么整体是一秒钟,是吧,我可以给他一个延迟吧, 啊,他不延迟,我可以给他一个延迟,是不是可以啊,给他延迟啊,每一个延迟个200毫秒,是不是可以啊,延迟个200毫秒啊,那么就是animation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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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不能,不能这么简写,是吧,写那个延迟,写说,比如说delay吧,delay啊,想说它是200毫秒,是吧,200毫秒啊, 好,然后的话,下面这个是什么呢,400,是吧,先写上啊,好,这个是200,这个是400,是吧,400,这个是600,是吧,好,这个是800,啊,800毫秒,是吧,好,再看一下这个效果啊,好,刷新一下啊, 太慢了啊,这太慢了啊,那么整理我给个500毫秒吧,整理给个500,是吧,500毫秒啊,那么每个的话延迟个100毫秒,是不是可以啊,这是100啊,这是200啊,这是300,是吧,这是400啊,好,这样做完呢,再看一下这个效果,是吧, 那么是不是这样子啊,这个loading的动画做好了,是吧,这样做了啊,实际上就是做了一个延迟,是吧,延迟之后怎么样,就最后一个延迟之后,刚好是凑住一秒钟,是吧,凑住一秒啊,好,这就是这个loading动画啊, 有这个哦,这 plan经典的东西是错了吗,对呢,结岁又单的中文猪 Це Fac俄 Electric ID里面,因为他是存在内娟的 unten, 你 magn大将来看了吗,别开架员一起留放到一面对吧,刚好看了才能有一个不幸福来说对吧,